网首一时三乡 邀请接下来收看小区大事 是他步步紧逼无事生非 还是他执迷不悟不负责任 争吵打斗 家庭矛盾步步升级 了断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半嘴斗气的这一男一女是一对夫妻 男的叫阿良 女的叫阿贤 居中调解的是青海省明河县川口镇司法所所长野战远 男方急吃白脸的催着赶紧办手续 女方心灰意冷的也不想勉强 看着架势这感情破裂的两口子已经无法沟通了 这阿良为什么铁了心非要和自己的妻子分道扬镳呢 他口中多少年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钱是生活的基础 很多时候一个口袋空空的人腰杆就没办法挺得那么直 就夫妻之间而言 金钱虽然不是衡量感情的唯一条件 但是它的确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础 有的夫妻就经常会因为一个钱字翻了脸 现在咱们说的这对夫妻就是这样 阿良说他老婆阿贤在家里是大权独揽 伸手跟他要钱比要命都难 自己口袋里经常比脸还干净 十元钱都翻不出来 朋友们都管他叫浪里白条 这可不是说他跟水户传里的张顺一样有极好的水性 而是笑话他身上干干净净一分钱也没有 作为一个男人得了这么一个绰号 的确是挺窝囊的 这阿贤对自己的男人为什么会这么苛刻呢 这里是小区大事 咱们接掌往下看 近些年 新海省明河县大力开发建设川远新区 阿良家所在的村子下好位于开发范围内 家家户户都得到了数额不小的土地征收补偿款 咱们这个村征收土地 他们家获得了六万元的这个土地 土地不充满 有钱之后的日子好过了 人们的心意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因为地处开发区 租房给外来的打工组也可以维持生计 手头宽愈的懒惨日子过久了 灯红酒绿中那些妖娆女子的身影 就让阿良有些把持不住了 阿良说他花钱到外面找感觉 是因为老婆管他管得太厉害 孩子上学功夫看病 哪一样都得花钱 阿贤讲 丈夫非但不管不问 还伸手问家里要钱 他觉得这种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老母亲吊下了断绝母子关系的狠话 叔叔岳父也又劝又骂 阿良总算是重新回归了家庭 在众人的劝书下 阿良过了一段洗心革面的日子 大家都说阿良是浪子回头 只有阿贤心里明白 这是因为他在公婆的支持下 彻底断绝了阿良的经济来源 没有人再肯跟他逢场作戏了 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阿贤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是碍于一双儿女 又有年迈的公婆 看着一大家子人 阿贤只好硬着头皮 将这段婚姻延续着 看在孩子父亲的份上 阿贤对阿良还是尽可能表现出一些宽容和体贴 阿贤万万没有想到 恰恰是因为这点宽容 让自己犯了一个后悔莫及的错误 跌进了另一场噩梦 待在家里的阿良像吊了魂一样 整日无精打采 除了睡觉看电视 阿良就和很多无所事事的人一样 围在麻将桌边观战 看久了手最痒痒 也想上场试试手气 他初次试探着 向阿贤要点小钱的时候 善良的阿贤以为是同村人游戏玩玩 输赢不大 也就没在意 没想到一两百元钱拿出去 半天时间就输得一干二净 阿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阿贤意识到 必须立刻叫停 否则家里的房子都会被阿良输光 输了想捞本 赢了还想赢 阿良像疯了一样 现在赌场上不能自拔 不停地把家里的钱往外运 老婆手里要不出现钱 阿良就变卖家里的东西做毒本 阿贤说 公婆在世的时候 丈夫还有所顾忌 老人相继下世之后 自认为可以当家做主的阿良有恃无恐 因为钱的事隔三差五跟他闹 阿良破冠着破摔 建了赌债就直接把债主往家里领 阿贤管不了阿良 就请阿良的哥哥姐姐出面阻止 不是在外面瞎混 就是在家里胡闹 谁家摊上这么个纠缠不清的滚刀肉 都头疼 无论什么人站在阿贤的角度都难以容忍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不是阿贤 反而是阿良理直气壮地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莫非是阿良良心发现 不想因为自己欠了一屁股的债 连累老婆孩子 可如若他有这份心 又怎么会把家里祸害成这个样子 还动不动把打老婆挂在嘴上呢 再不然是他在外面又遇到了什么红粉之急 可是他都到了这步田地了 又有哪位姑娘敢跟他呢 那么阿良提出离婚的真实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产产权利离婚究竟为何 你把钱救呗 救了我那我失去那呗 你还是不一样 他就是钱那不错 争吵打闹 家庭能否保全 嫁也没有事 还要没呗 你咋没呢 了断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阿良跟村志书马中校说的离婚理由 是要争取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利 他说 他经常当一把手 我在家里边啥也当不了 我就跟他一婚 阿仙讲 丈夫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出苦肉计 目的何在 他其实心知肚明 他想要那个钱 他想要 阿良要拿的钱 就是家里的六万元土地征收补偿款 阿良跟马中校诉苦说 六万元的土地征收补偿款 自己看不见摸不着 兄弟家家都是老爷们当家 只有他家里以外 为了这笔钱 阿良和阿贤 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 为了离婚的事 阿良前后三次找过村人民调节委员会 2015年8月27日 阿良和阿贤 又因为离婚的事 找到了马中校 阿良说 土地征收补偿款 给两个孩子上学读书 成家立业用 阿良甭想再拿走一分 这些年 阿良没往家里拿一分钱 自己打工挣来的血汗钱 也都还了阿良的赌债 阿良承认 这些年 他赌博挥回了不少钱 但自己一直没有吃白饭 阿良 阿良整天嚷嚷着 六万元征地补偿款 有自己的一半 如果离婚 这六万元 他应该分得三万元 阿贤不同意 阿良就到村人民调节委员会纠缠 他说 我把这个媳妇 往死掉 她这个媳妇 她有桥笼 不得我回去赶紧把床子关掉 嫁也没有 啥也没 你咋样 阿贤绝望 丈夫恶习难改 好光景 过不上好日子 再这么下去 不光自己后半辈子没有希望 孩子们今后的日子 也难得安宁 不如就此做个彻底的了点 但是作为调解人的马忠孝 还是想劝和不劝分 希望阿良戒掉赌博 毕竟建立一个家不容易 在村调委会调解多次 没有效果的情况下 马忠孝想到了青海省民河县 川口镇司法所所长野战员 就是咱们这个故事开头 教训阿良的那位 这位野所长会怎么处置 这个难题呢 村上处置了这个 就是调解无效的真面 8月27号 就是到我们川口司法所 野战员的调解刚开头 阿良就说出了一番 让野战员觉得不可思议的话 阿良一口一句 赌博是逼迫妻子离婚的策略 只要离婚他就戒赌 不离婚他赌得更大 野战员听了觉得哭笑不得 给他机会说说自己的委屈 他又知悟起来 这婚 若是只有阿良独自嚷嚷要离 还有挽救的余地 阿贤要是也真的狠下心来 要走这一步 说不定就无法挽回了 我保证 今后不再大麻将 并不产生任何独播心理 如有米饭 混沌财餐 四分之三 分之吃 将日对二日 焦日吃四分之两 子至今地吃四分之二 今日吃至 至今当中 保证人麻将 8月28日 这份保证书也让野战员 有些匪夷所思 8月28日 也就是阿良阿贤 到群调委会 调解魏国的第二天 既然是调解魏国 阿良怎么又会写下 这么一份太多诚恳的保证书呢 阿贤说 那天白天 在村调委会 没调解好 晚上 阿良的大哥 又把村支书 马中校 请在家里做工作 阿良也恳求阿贤说 只要帮他还 五千元赌债 他就金盆洗手 看着已满16岁的儿子 和仅有五岁的女儿 左思右想之后 阿贤决定 走一步险急 再相亲阿良一次 这份保证书 就是阿良 当着两个孩子的面写下的 给了阿良五千元后 他怎么都没想到 阿良连一晚上都没坚持 就圆形毕露了 野战语员看阿良 阿良是个软硬不吃的人 就将了阿良一军 既然你说赌博都是老婆逼的 那就给你自由 没有财产 这恰恰击中了阿良的软肋 阿良沉默了 趁这个时候 野战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牵手 阿良急于想离婚分财产 而阿贤则并没有那么心急 叶战员看得出来 阿贤对离婚还是没有考虑得很清楚 他觉得应该给阿贤一个缓冲的机会 不要抽水 就说比如说就把这个顺势 现在就像运法犯罪指导入家 你比如说法州国现在他要往下跌了 我们把这个人举一次举 如果你的丈夫跟着你大妈的母亲 你就远着和他过去 对不对 这是你自己的婚姻 虽然马赛这要求是婚 但是他的真心还是希望这个婚姻美满 就是你还是渴望就是这个丈夫能改写贵政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不能草率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阿贤说院子里的活动板房都是后来加盖的 全部出租出去一个月能征一千多元的房租 这也是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孩子一天天长大 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阿贤讲 为了生存 他整日在外奔波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可阿贤再能苦再能累 也填补满阿良这个无底洞 儿子不忍心自己受苦 提出辍绝打工 阿贤虽然没有同意 但心里很安慰 儿子才16岁就知道新唐自己 已经40岁的丈夫 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 不负责任呢 阿贤告诉野战员 阿良父亲的死也与阿良赌博有关 为了把阿良从麻将桌上拉回来 婆婆给阿贤出了个主意 再生一个孩子拴住阿良的心 2010年女儿降生了 可这个孩子的到来 并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阿贤觉得神仙也不会有本事 治好阿良的毛病 他说自己这些年忍辱负重 一方面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另一方面 明识里的婆婆也让阿贤很感动 阿贤告诉野战员 婆婆民流之际 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不争气的小儿子 专门对家财管理留下过遗言 按照常理 儿子要比儿媳亲 阿良的母亲临终 把家事托付给阿贤 对儿子的了解是比一般人更深的 债主三天两头跑到家里要钱 老人的晚年痛苦不堪 老太太给了儿子一次又一次机会 换来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为了保证自己死后 媳妇和孙子孙女的生活有保障 她才立下一言 儿媳妇独自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 一直不同意两个人离婚的阿良大哥 试探着提出了一个方案 阿良的大哥建议两个人先不要离婚 既然阿良说阿贤不愿放权 那就不如让阿贤先把经济大权交出来 让阿良暂时管一段时间 看她效果如何 野战员当即否定了这个货悉尼的馊主意 阿良大哥的方案 对阿贤和孩子的未来毫无保障 野战员和一同来了解情况的川口村村长 又提出另外一个缓冲的方法 野战员和村长提出让阿良去新疆打工 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 也可以给夫妻俩一段冷静思考的时间 可阿良的回答让线上的人都非常气愤 阿贤告诉野战员 既然阿良执迷不悟 如果现在不离婚 以后他和孩子们便会无立身之地 现在不离婚 以后和孩子便无立身之地 阿贤的这番话让野战员觉得 阿贤先前不同意 现在也想抓紧时间了结 必定有新的思考 这其中的变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前面说过 咱们这个故事是六万元征地补偿款引发起来的 现在有一笔比征地补偿款更大的钱要来了 这笔钱左右着阿良和阿贤的婚姻变故 野战员觉得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这次调解的关键所在 迷雾重重 离婚又添新英 那会儿都是这托事 傻业没遇到呗 状况频发 丈夫态度突变 这十年的时候 最要是不变 不是人家的 最重要 了断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这大夫人正都 我是男人 家这个状况 我是掌柜 我父老孙 家子妈 家大都 你家人家 那会儿都是这托事 傻业没遇到呗 原来阿良和阿贤家的房子 马上就要拆迁 阿贤担心 如果还继续和阿良 维持婚姻关系 将来拆迁办手续的时候 几十万的拆迁款 全被阿良卷走 那他和孩子们就两手空空了 不愿意出力吃苦 只要拿县城的钱 野战员觉得 再去一位 劝阿良戒毒 劝阿贤退让 隐忍 还不现实 城市我们就说了 谁算出酒 在这个会议我看是日子迷糊 在阿们这个位置 没办法 我看在你这个位置 你小子把花子铁 说对你 如果是这次 时间不半久 下次我脑子不是这个喊狠 马良这个发抖 不是欠掌欠掌 老伯母的话 是生活如魔的 我们司法所待方面 是这个困难性也很大 既然两方都愿意离婚 就必须先讨论财产分配 和孩子的抚养问题 阿良提出财产一人一半 儿子归他 女儿归阿贤 阿贤觉得 把孩子们交到这样一个人手里 就等于毁了孩子 两个人争执不下 也战员叫来孩子征求意见 阿贤照8月28日写下的保证书 两个孩子由他抚养 将财产分成四份 阿良拿一份 他拿三份 其中两份 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阿良声称 儿子不愿意跟自己生活 不是自己的责任 财产还得平均分配 业战员提出 若阿良不放心 将两个孩子的钱交给阿贤 司法所和村委会可以作证 由村委会做委托方 代为保管 你两个人先分开给 把板格财产给你两个人分开给 军队子 板格财产给他 娃娃和丫头 军队子分开给 分开给 那时候留着钱 费也不得 你也不得 你妈娘也不得 所以你打仗和村上两个检冠 检冠之后 娃娃今天 学习一球 就是 你跟日白的钱吃的鱼 明天生活上 可以说是 整场的鱼 军队吃的鱼 丫头的幼儿园上 每个月有五笔多的呗 我这种孩子就算了呗 五笔多开钱 每个月地上 吃开就你两个检官的吃开 吃开就运着 阿贤同意业战院的方案 但是阿良不同意 他说财产只能一人一半 要不然自己就值得推大了 双方就财产分配问题 一时间达不成一项 叶战院决定 给两个人三天考虑时间 三天后再做调解 谁也没想到 阿良的态度 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他不想离婚了 阿贤知道 这是阿良抓住他 想保全家庭的心理 再顾忌重施 想把一部分钱 先骗到手 被骗了不止一次的阿贤 这一次不再上当了 叶战院也看到了阿良的用心 没有相信他的谎话 阿贤就签手 不是 那个他们的法刀就说不过去了 那个阿门说过去了 你现在目前我们查评 那个时候 马梁中国发的不是千两千六 从没回事前 还有你家里的 从无情而是 群职资民们 还做了多少工作 非无情法 无福自己的工作 而且国家和协调 写字和协调 都没有改 都现在还没有改 他把中国的美国行动认识 假如说我们今天直接 给你把四分之三的采盖 重建 打个写字和协调 那把这个恒调 恒调的努力 你又把这四分之三的采盖 你发展中国 明天就说了 取消 对了四分之三的采盖 你又继续重建 那这个恒调 我们这样出去的话 有啥意思 没有什么可以做 经历了野战员的话 阿良不吭声了 这时野战员又给阿良阿贤 解除婚姻关系 找到了法律依据 婚姻法上 也做出明确的会紧要 有啥的情形 巧结不巧的 也跟着这话 这个是春风 这个是家庭脖子 或牛奶是家庭成员的 自三个 有多宝 十多 对而是日交不变的 只不过因甘情不合 分出满家庭的 只不过 十大都是 扶持甘情 破裂的情形 阿良不吭声 都不够日交不变 那么它整个 原始终 符合法律 日后的条件 大不了 十分甘情破裂 对于解除婚姻关系 阿良再无意义 先前争执不下的财产分配 野战员也用法律 打消了阿良 平分的面头 都会把法律合作之一遍 那么 回应了这三十几条之间 日后市 扶持的公众采谈 与方法写字 那今天我们确定的 写字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 耿知采谈的执事情况 走过 子女 或 日方权子的 原则安全 那么就是法律采谈 分析的四川 日份作为 亚洲的抚养贴 生活贴 日份作为瓦子 抚养贴 和生活贴 那么你两分 可定存 九国子女 和福祉 五国投放福祉 这九国子 打不掉 我认为这个案子 所以我们人 也符合法律 不认为 是今天 三十一月 这么一样 就是不接 既不战礼 又不战情 阿良对财产分成四份的方案默认了 最后双方签订协议 自愿解除婚姻关系 婚后共同财产宅基地0.8亩及房屋分成四份 双方当事人各一份 两个子女各一份 共同存款五万五千元 按四份分割 两个子女的份额归女方保管 并随女方共同生活 阿贤哭得很伤心 为了这个家 她心里承受了太多的苦 却不能全部倾倒出来 这个不争气的丈夫 伤害她所留下的伤痕 这辈子可能都很难消退 虽然民间有宁差十座庙 不毁一桩婚的老说法 但是已经有了无法弥合裂痕的婚姻 不毁掉 也是不会有幸福 所以青海省民河县川口镇司法所所长 野战云的这次调解 既明智又人性 一个可能变异的肿块 不能怕疼就不切除 块刀斩乱麻 才会清除更大危险的隐患 调解和好是一种成功 解除有裂痕的情感煎熬 是一种理性的智慧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3 4 1 2